真漂亮欸 這裡 它環境很講究喔 一個公司裡面竟然會有油軌電車 本來以為是一個很陽春的 真的很難想像一個被西方制裁的公司啊 今天哪還能有這樣的成就 不知道他們是打假和講 然後現在此時此刻啊 韓國人來到一個我最朝思暮想的地方 我後方正是華為的歐洲總部 那當然不是說在歐洲啦 是因為這個總部它的這個設計啊 非常像一個歐洲春 聽說啊它的耗資也是幾百億 因為今天啊是華為的2024年的開發者節啊 那這一場也是韓國人期待非常久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華為啊非常的不容易啊 被這個西方的制裁 然後哇 現在根本可以說是浴火重生 前陣子因為Mate60 Pro那個手機一出來 哇 非常多人都非常驚訝 甚至很多評測都已經斷定為它是5G的手機了 然後還有之前 韓國人記憶非常深刻的孟晚舟實現 我當時還真的覺得啊 西方連這個商業啊 都可以雙標不要臉自己 那反動分子怎麼都不去評論一下 西方怎麼樣對待華為 那所以我們廢話不多說 今天帶我們台灣的觀眾 帶我們大陸的觀眾 帶我們世界的華人的朋友們 一起來去揭秘華為的總部吧 那我們Let's Go 各位韓國人已經在這個門口了 那這就是今天啊 華為的開發者大會 而且啊它這個這次也用得非常的大哦 整路上都有它的這個旗幟啊 我們今天算是2點多才到 雖然比較晚來了 但陸續啊 還有非常多的外國人都有進來 你看遠遠的這個大草皮 HTC 真的很難想像一個被西方制裁的公司啊 今天啊還能有這樣的成就 待會我們就是先逛一下 這個華為的歐洲小鎮 算是第一次來參觀 這也算是油管 與台灣博主來說 應該蠻難得能進來的 因為平常我不知道有沒有對外開放 尤其啊這歐洲小鎮啊 都是給這些華為的員工在這裡工作的地方 看看這個環境 真的沒話講啊 我都感覺像是一個景區了 他在門口收門票 我都覺得沒問題了 如果啊待會有一些會議啊 我們也可以順便拍給大家 好 各位韓國人 我們首先先進來到第一個展場啊 那就是華為非常厲害的 韓國大模型 AI啊 然後這裡啊還會有專題演講啊 在3點後開始 所以這一次啊 不管有大廠的發布會 或者是像這個專題式的這種演講都是有 各位剛好啊 它現在就是專題演講啊 然後是這個 研發大模型 然後哇 它這一個展廳也很漂亮耶 沒想到華為的員工 在這種地方上班哦 我覺得這個華為會用這種歐洲小鎮啊 有些人會覺得啊 幹嘛要用歐洲的呢 為什麼不用我們中國文化呢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我來這裡 我覺得有一種新鮮感 其實創新人才啊 我個人覺得就是要多一點新鮮感 才會有新的idea 沒話講哦 這時機踏進來 你才知道這裡做的真不錯 好 各位 看完第一個廳啊 哇 啊 我們終於走到內部的歐洲小鎮 哈哈哈哈 哎呦 真漂亮耶 這裡 天啊 我看好多科技人才 都在很仔細看他們發表 但是我真的是來 這個走馬觀花的 難得能進來啊 一定要帶大家 好好看看這裡的環境 這很難想像 這竟然是一個公司 然後各位誇不誇張 你看 一個公司裡面 他還跟你說 我們從這一區到這一區 要兩分鐘 走路幾分鐘 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F區嘛 F區叫巴黎 我們待會就是隨便晃 各位 你知道嗎 我就看到這個閘門 我才突然拉回現實 對 這個是上班的地方 他們員工看到我這樣 就覺得哎 都已經看膩了 看膩了 好 各位 我們已經走到F區的 算是核心地段的 哇 我已經無法用言語去形容這裡的環境了 而且你看 一個公司 我覺得 能把一個草皮 都能保養成這樣 我已經覺得很誇張以外 而且你看這裡 大道還要有這種接駁車 你看很多間 一起來這個活動的 來一起合照 哇 真不愧是巴黎區耶 想像這裡的員工要戀愛 大家應該蠻幸福的 這個 今天我們約在巴黎區哦 好哦 哈哈哈 你看這個河 它真的就是 正常規格 我們在外面看到的這種 小河水 這是一個公司 哎呦我還是不敢想像耶 我真的建議華為裡面 再放一些遊樂設施 就變成那個迪士尼了 對不對 就變成 華泥了 哇這太扯 而且真的 它環境很講究 真的是讓整個員工 很放鬆 來來來來來 你們以為剛剛那個 小橋流水 這個步行街 只是假的走不下去嗎 可以啊 來看看世界一流 的企業 哇 弄的環境 真的能下來啊 只是工程師可能 釣魚的時間不太多啊 不然真的拎個釣竿 就下來釣魚啦 你走在旁邊 真的 就想到周杰倫的告白氣球 都可以在這拍MV了 剛剛啊 過完小橋流水啊 走過來啊 這裡 還有咖啡廳 吃牛排了 這應該也是 華為的員工餐廳 哦 不錯耶 環境非常OK啊 哦 這裡還有賣華為的紀念品 這些就是專門賣 給我們這些觀光客的 哦 還有 他們的限定餅乾 哦 不錯 哦 我喜歡這種行銷方式 它今天叫歐洲小鎮啊 也不是隨便用 用那種歐風而已啊 不是啊 人家是真的把細節都融入到這裡面 哦 當然啦 它環境是比較新啊 像它這個 隨便的一個小小的入口 都會有這樣的建築啊 這個如果是在外面 很多都會成為這種網紅樓梯 因為很多人可以在這拍照 到這裡然後帶一個小姐姐 然後跟她說 嗯 小美女 你要喝咖啡 Tee oh for me 呵呵呵 都會覺得 哎呀 想來下午茶了 你看 哇 這樣看背景 多漂亮啊 這很難想像 工程師走在這裡 下一秒又要回去這個工作了 真的很難想像 你以為出國了 哇 各位好誇張哦 一個公司裡面 竟然會有油軌電車 天啊 驚呆驚呆哦 哇 剛好那是一個站耶 我們待會來去坐看看好不好 欸 真的坐得還不錯耶 好 各位 韓國人已經到火車站了 就在旁邊 非常的近 一個公司裡面竟然有自己的 火車交通系統 好像剛好來了各位 啊 真的耶 哈哈 太酷了 哇 而且人好多哦 這真的是公司嗎 不可思議哦 我們現在在L區的地方 這就是華為的交通運輸系統 其實就跟一個地鐵是一樣的 我本來以為是一個很陽春的 但是完全不會啦 你看 而且它做的也非常的複別吧 而且它做的整體啊 那種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人非常多啊 都是來參加今天開發者大會 而且它上面還寫 可以換成什麼三號線 好啦 好啦 各位我們這一站下 這一站是 H區 這叫什麼 赫倫諾夫 哇 一出來又是不同的景象哦 每一站下來 它又是全新的不同風格 多美啊 現在 只是因為今天可能要下雨了 雲層比較厚啊 要不然啊 這個藍天白雲在這走一走啊 超級舒服 那這一區啊 又有不同的展 它這一次就是開放幾區 它有幾區好像是 你要用走的才能走到 那這裡就好多這種專題論壇啊 有沒有小姐姐區呢 這兩個不錯 哇這裡好漂亮喔 然後它這裡面啊 有很多可以體驗的地方 韓國人今天就沒有一一去體驗 也太大了啊 我們光拍就拍不完啊 他們還在賣他們專門的文創雪糕啊 你看各位 這閉上眼睛 再放一些長棍的麵包 這裡真的就變成了 真的歐洲了 這裡的咖啡店名字也很可愛 薩克咖啡 然後我剛剛這樣遠遠看 哇 它這遠方的這個建築啊 它整個都是實的 它不是一個裝飾啊 等於是那裡都是個辦公室哦 因為我剛剛有問他員工 他們說真的啊 很多這個你看 這個一個塔 這也不是假的啊 這就是裡面也有人在辦公的 好 各位 接下來下一站啊 我們來到這一區 一個大草皮 一出來 然後它這裡也是有不同的展覽啊 在華為約會真的非常適合的 前面還有一個大鐘耶 我們待會去前面看一下 像這一區又很現代的那種歐洲 建築的感覺 像這個 就是他們每一個辦公的地方 真的就是長這樣 比如說這個是這一區的這一室 小小的會客廳 那進去都要有他們的證件 才能進去 哇 你看 前面還有一個大鐘耶 而且做的也是非常的好耶 它真的已經超過那種 我們有時候覺得那種歐峰的遊樂園 有沒有 有些遊樂園想要做的很歐峰 但是你一看 它整個建材 你一看它整個感覺 就只是外表 但這裡不是啊 它是很紮實的 你真的 你也可以看到裡面那些辦公的東西 我有看到那個桌子啊 還有 那種 射觸門 的小空間啊 喜歡這個油紙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哦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兄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